宋慧乔在与宋仲基离婚4年后突然公开了新男友 在过去一年里,宋慧乔以金恩书编剧的系列作品《光荣重返迎评》 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该项目的成功使得这位姓宋的美女首次灯上百响艺术大赏的舞台 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网友们给她贴上的一栋花瓶标签 尽管拥有千千万万人向往的事业 但宋慧乔的感情生活并不顺利 离开前夫宋仲基后,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归宿 最近,网民们相互传递了一系列宋慧乔与一位年轻帅哥亲密的照片 这位1981年出生的美女的表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在网民传播的照片中,宋慧乔与帅哥张基隆走在一起 两人曾在2021年的电视剧《我们现在正在分手》中谈恋爱 在照片中,宋慧乔和张基隆一起自拍,两人看起来非常亲密 这次出现时,两人选择了简约的着装风格,但仍然足够吸引人的目光 在这些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后,网友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评论 根据网友们的透露,这张照片是两年前在电视剧《我们现在正在分手》的幕后拍摄的 当时,这对情侣没有拍摄安排,所以他们趁机坐下来聊天,倾诉,然后一起拍照 在评论部分,除了称赞宋慧乔和张基隆的美丽配对外,网友们还注意到了小姐姐可爱的表情 据说,宋慧乔拍照时鼓起脸颊是她独特的特点,这使她显得更年轻,更可爱 观众对宋慧乔和张基隆的复合充满期待 据了解,两人在2021年合作后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张基隆服役之前和之后,这位姓宋的美女与剧组其他成员经常去看望、交谈 在合作过程中,这对情侣因为默契而被热情推崇,他们之间产生了火花般的化学反应